好,说完日本的情况,我们讲讲美国 美国对于台湾的疫苗,75万剂的疫苗已经抵捕了 即不是已经抵捕,应该说将会即将抵捕 大家知道在6月6日的早上8点半钟 看到有一个短暂旋风式的访问 就是三位的参议员,跨党派两位民主党一位共和党 就是搭乘美军的空军C-17运输机,是一个很庞原大物 就是韩国的一个空军基地出发,飞到台湾 就是台北的重山机场,在市区里面的重山机场降落 蔡英文也在台军的重山空军指挥部那里 是跟这三位来宾去见面 见面三个人都会各自表述他们的看法 之后就是他们很旋风式,离开了台湾 去其他地方引起地区的访问 这一次的行为是相当有震撼性的 简单来说就是表面来说 就是宣称美国有八千万剂的疫苗给全世界 其中有二千五百万剂首先撥出来 而其中比亚洲的有七百万剂 而这七百万剂里面有七十五万剂给台湾 这一点是很清晰的一个offer 之后会不会再加料呢 这个就后话了 但可以肯定去到现在的情况来说是很重视的一件事 这件事本身最大的新闻不是给疫苗给台湾 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三个很特别的特征 台湾有位政论的人物叫范世平教授 他在三六电视台有很多的讲演 有很多的评论 他说到基本上有三个很特别的特征 第一是出动了美军的庞原大物 这只美军的庞原大物可以装72公吨的货物 这个是美军的C-17运输机 它那个庞原大物的情况是相当重要的 飞过101的时候 说水的地方弹到的机会弹出的 它降落重山的画面 我也是在我Facebook里贴出来的 整个video很清晰的 而很多东西都觉得 这么久以来美军降落台湾 我想都是很久以来以前发生的事 而不止是领海 有一只军舰巡航是空军的飞机 是空军飞机 Air Force 是降落台湾 这一点是很少见的 第二就是说送疫苗 那就是派人送就可以了 或者说 随便找个二打轮送给你就可以了 或者是飞机飞过来就可以了 你到时在机场迎接拍拍手就可以了 它不是 不是来英杰这些 AIT就是这些代表去做 而是什么呢 三个重量级的参议员一起过来 跨党派的陪着整个飞机来到台湾 传达一个口信 这个口信就是说 75万势的疫苗来到台湾 很清晰的一个情况 三个人来 一个军机是特别 三个人来也是特别 亦都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为什么要在重山降落呢 它可以去其他地方降落的 还要在空子部 重山空子部 是台湾军队 中美民国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指挥部 去军事的会面一样 即是等于这件事 无论是降落的地方 那个飞机和所在的人 基本上都是好不尋常的 这种不尋常的摆明 就是要冲着 中共的很多的说法而来 中共也都看到这件事之后 就发表了很严厉的一些声明 去譴责美国 中国外交部照样 是坚决反对 也都严正交涉 你看到 国台版的发言人马晓光都说 是要觉得对于中国台湾地区的事 美国应该停止一切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其实台湾就是台湾 从来不是中国台湾地区 而你叫美国停止军事往来和军事联系和官方往来 摆明是冲着 是粗暴干涉美国内政 因为美国的 台湾关系法 台湾保证法 台北法 台湾旅行法 是完全授权了 美国官员做这些事 你就是说美国官员 不守自己的法律吗 不是 是不守你中国这套说法 那美国官员 为何要守你中国的说法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接着你看到 就很清晰的 就是说 整件事来说 就说 蔡英文政府 是以疫谋毒 他的谋毒的本性 独立的毒 他本性自尽怒 又说这件事 基本上是 这个丑恶的嘴念 是拿出来 摆明是政治操作 和国民党那套说辞 完全是唱相枉的 这套这样的想法 你会看到 中国是止于这个地方 你说 有没有搞错 是吗 只是说坚决反对 又不说强烈谴责 是吧 那你很多东西的话 也很奇怪 就是整个通 没有了 不是铺天盖地 发动大公文会 环球时报 人民日报 新华社 大幅去说 第一 他的反应很迟 这件事 飞到来台湾 是八点半 下周 新华社才出通稿 通稿 那这一点呢 是很例外 第二就是说 整个通稿很软的 很远的 那么远的情况之下 大家会看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是否和5月31日 习近平要扮可爱的 这件事有关呢 因为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 开了一个集体学习会 意思就是说 必须要贯彻 有建立一个中国 一个可爱 可信 和可敬的形象 必须要谦信 谦和 说到最后 你看习近平会可爱 或者看后面这个 维尼可爱 和 桑普可爱 是吧 当然了 我自己不是很可爱 他很可爱 但是肯定有一点 就是 习近平 说自己可爱 当然是扮可爱 我们稍后会说到这个问题 但肯定 这是一个通的转变 5月30日 一这样转变之后 全部的人照跟 这种预备使指 上行下效的做法 在这个中共里见不善 很出奇的克制 就没有战狼式的一些词语 但是你翻阅所有现在那些 在网上中国网民的屁民的讨论 你会发觉到他们不断地说 哇 这个 不可以这样的 你这样搞法 就 不客气 那些红线在哪里 中国不是说很多次 美军如果降落在台湾 中国一定会发动战争解放台湾的吗 证据 一大堆 胡锡进的环球时报 那就曾经讲过 台海战争将会就此打响 一旦美军军机降落台湾 台海战争将会就此打响 再讲多次 一旦美军军机降落台湾 已经降落了 台海战争将会就此打响 这么久了 我在台湾 我坐在这里 这么久了 你都不打 难打仗 打败仗 习近平 胡锡进 收皮 就是这么简单 我可以很清晰地告诉你 这帮人没有L用 没有 完全打不到仗 只会找个料理号 噴黑烟 那只山东号 都不知道下不下水 简单来说 全部都是垃圾军队 垃圾设备 垃圾军人 我怕你的毛 你敢吓我 台湾人 还没怕过 你想吓我 要打仗 今年要打仗 五年内打仗 十年内打仗 你放马 过来就打 军机都来不了 怕你 今天一只军机来 第二天十只军机来 后日一百只军机来 军机是美军的军机 一只只来和你抽 这个领空 这个台湾的领空 是开放给美军的军机 在预约之下 在台湾国防安全保障之下 容许美军军机降落台湾 这一点 不需要你这个垃圾的中共政权 去有任何的 Approval Review 不好意思 这些跟你没关系 You are nobody You are powerless You are beggar You are just a clown 你只是一个小丑 所以很简单 去到这么简单的情况之下 胡锡进就这么说 那些外交人员 军事人员是说的吗 有 解放军中将 王鸿光在两会期间说过 一旦美军军机 或者美军到达台湾的时候 解放军保证 三日内拿下台湾 那我就数日日至了 6月6日 那现在就已经6月7日 明天6月8日 6月9日 我看数日6月9日 8点30分为止 七十二个钟给你了 三日内拿下台湾 我现在什么动静都没有 王鸿光 你是不是要切腹呢 你不学日本人就可以 你是不是要判处死刑呢 你不执行军令 你军令就是为三日内拿下台湾 这是什么呢 好了 你只是说军人不够数 外交 中国驻美公司李克新 2018年的时候说过 一旦美国军队到达台湾 会怎么样呢 武力统一台湾 武力统一台湾 就是打仗了 好 说到这么久 我给了三日时间 三日 三日 我给了三日 你要拿下台湾 不是攻击台湾 是要拿下台湾 我告诉你 拿 就这么简单 这个这样的垃圾的人 全部都是完全是不知所谓 所以跟这些中共的官员说的 就是什么呢 他现在转变着一种面谱 就好像穿剧那样变脸 他一时呢 就会讲这只战狼 大灰狼 一时呢 就穿起西装 打起靈态 跟着呢 用刀叉来吃人肉的 满嘴鲜血 用纸巾很轻轻地 Gentlemen抹了它 这个就是中共的本质 从来都没有变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发觉到 全部都是一堆垃圾 但你看看 美国这三位参议员 来到台湾讲了些什么 是相当令人折服的 这种事是没有任何的党派色彩 因为我批评 左胶 右胶 或者 不是右胶 左胶 用右派观点 来批评左胶的东西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 我们之后会继续讲 但今次他们并不是以 partisan 的身份 来到这个地方的 他们是以 bipartisan 的身份 代表了 国会 这个参议院 和白宫沟通过后 来到这个地方 去传达美国参议院 这个国会议员的一个 国会的一个立场 他们并不是去伸述 他们自己个人的政见 他们会讲一些 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 但目的 是要讲给大家知道 有疫苗 美台 互相是会 互相assure对方的东西 有一位 第一位就是 全名叫 Ladder Tammy Duckworth 简称Tammy Duckworth 叫Tammy 这位Tammy 是相当出色的人 53岁的一位 泰国裔的美国人 你会知道 Tammy Duckworth 是他的翻译的名字 Duckworth 他的父亲 叫Frank Duckworth 是做军人的 一世是行旅的 全部是做军人的 而 这位Tammy Duckworth 亦都是 服役了20年的时间 他在千禧年代的时候 有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他在黑鹰的战斗里面 就是被人 被炮弹轰击到的飞机 那便导致到 叠来的时候 他两只脚 是要鞠了去的 亦都没有了两只脚 他当时曾经一度 失血很重要 差点失救 救回来 这位这么坚强的女性 还要在军队里面服务 还要是很不幸地 没有了两只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依然很坚强地生活 坚强的生活 有军人的气质 也有从政的本领 所以他在众议院 各方面的选举相当出色 这次他去到参议院的地方 做参议院 他这次以朋友的身份 来到这个地方 知道台湾是充满疫情方面的 严重挑战 所以是以跨党派三位议员 他是属于民主党的 戴口浴司 即Dugworth是属于民主党的 他披露的一些消息 相当有意思 因为外界也知道 他的爸爸 Frank Dugworth 是一个很出色的军人 亦是因为他军人的军女生涯 而是带到这个女儿 从小到大 走访东南亚不同的地方 甚至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游历 所以Tammy 他本身的历练 是比一般人高很多 Tammy的妈妈 亦都是一位 一样的妈妈 是一位泰国人 泰国人 基本上是在四十年代 在泰国出生 但是当然是一位 叫做林丽禅 是一位泰国人 他本身当时在中国 有生活过一段时间 因为他虽然在泰国出生 但是他在中国生活 在中国生活的时候 就会看到他有很多的冲击 因为他在广东的潮州生活 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后 迫害很厉害 他见识到中共迫害的威力 所以很小的时候 他都知道 这个是他妈妈 和他家人都受过中共的迫害 于是他会知道 中共的挑战很厉害 就不像现在的 梵蒂岡教宗魔鬼 方济各一样 完全受到解放神学 东方主义的一种 这种基本 这种困扰 导致到他整天想法 真的相当可怕 但这位泰米不是 他受过苦之后 知道中共并不是 一个很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 其实社会主义政党 何来温和呢 全部都是一些很垃圾的东西 他要知道 这位泰米 他很清楚 他妈妈是受到中共的迫害 更加需要支持台湾作为一个国家 去力抗暴政 去巩固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特性 你看到很多在台湾的友好 譬如说周易成博士 他现在要追求一个独特国家 拥抱普世价值 他就用Tammy这番说话 在Facebook出了一个post 就清晰地说 台湾是一个拥抱普世价值的独特国家 这种独特的国家 在Tammy的演说里面很清楚 就是台湾是一个力争 力极力去守护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家 他就说了一个说话 就是美国是不会让你们孤军去奋战 我们与你们是会同在的 是together的 那这一点我们看到是一种暗示 就是说 美国是不会让台军孤军奋战 美国是会和台湾站在一起 换言之一旦你解放军想来攻击台湾的时候 Tammy这番说话当然不是采取一种白宫的 发表的一样东西 也不是五角大楼的总动员令 他只是一个参议员 但这番说话他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希望讲清楚 战略无忠都必须要清晰化 战略无忠都要将一些东西讲清楚 讲清楚是否讲得很清楚呢 不是因为他身份问题他不是 但是他这件事就表了一个态度 就是说拜登不讲 拜匪不讲 哈里斯不讲 我讲 所以我其实很敬佩这位 这位达克玉斯 他说这番说话 当然是出自他肺腑之言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像中国这样 白宫写了 中南海写了一堆东西 叫他召读 这些事是他的肺腑之言 而你看到他都相当出色的女性 他今年53岁 但他50岁 即是三年前 还能够生得出 即是基本上能够生育 而且生得出他第二个女儿 很好地照顾 也是第一位在国会里面 在职期间 在任期间 去生育 去生产 去生产 去怀孕 生产的一位议员 所以这件事 我也是很为他觉得开心 你会看到 即使人的身体有多少残疾都好 两只脚都没有了 甚至他的右臂 都未必有那么灵活至于 因为他那个 伊拉克战争中的冲击很大 但这位达克玉斯 这位毅力勇是很重要的 听说很多媒体都说 以前拜匪要选总统的时候 除了Kamela Harris之外 都想过这个达克玉斯 但后来就是因为各种原因 就找了一个死了架 就做了这个哈利斯 就做了这个副总统 所以这个达克玉斯就没有做到 但这位人性 无论他的政治立场 如何都可以批评 而我也会继续批评 但我会告诉你 这一点是看得到 美国和台湾align的这一点 我们是支持的 我们对事不对人的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苏利文 这是共和党的人 Dan Sullivan Daniel Sullivan 苏利文 这个苏利文 基本上是二十五年前 也是一个军队 而这个军队是海军陆战队 的两栖特衔队 这个真是极度厉害的 他也在台湾海峡 正正在台湾海峡 服役过一段多长的时间 他也都参与过不同的战争 譬如阿富汗战争 所以他看到是一个军人出身的人 搭着这个美军军机 无论是这个特克玉斯 和苏利文 都是美军出身的人 他说 美国是支持台湾的繁荣民主和安全 是坚如盆石的 所以reassure我多一次 即是共和党 现在不是执政党 但他都说得很清楚 美国支持台湾的繁荣民主和安全 是坚如盆石的 这件事 要说得更加清楚一点 这个已经是总统的责任了 已经是另一个国务卿的责任了 但他已经说了 他应该要说的 他说 这个是民主党不敢说的 就是这个共和党说的 这个病毒是来自于中国武汉的 所以我说 你这个拜登查什么 查来查去 中国又说 你世卫已经说 不能再派人去调查了 调查完了 世卫官员说 不再派人去调查了 那你美国查什么 是吧 这么多美国用国家名义去中国查 不用世卫的名义去中国查 不可能 换言之 这个九十日报告 我不知道想搞什么 很简单 无论是川普也好 这位Dan Sullivan也好 都说给你知道 咬住你 这个病毒就来自于中国武汉 这个就是中国病毒 中共病毒 用习近平病毒 就是这么简单 他也说出了 美国这次怎么会给七十五万次疫苗给台湾 因为很简单 当时疫情初起的时候 台湾有口罩 给了一千万个口罩给美国 美国的感恩 就和上一节我说过 对于日本的感恩是一样的 日本对台湾感恩是一样的 美国也对台湾有感恩 这一点很清晰 另一位就叫昆斯 就是Chris Kunz 就是Christopher Andrew Kunz 这个Chris Kunz就更加重要 他直接是拜登的亲密战友 在Delaware出身 刚刚Sullivan就在阿拉斯卡 做Senator 这位昆斯 就是香港《苹果日报》 亦做妇因斯 基本上就是Chris Kunz 他是原先拜登想要选副手的时候 未选到Kamela Harris之外 他都曾经想过 他想过去选择达克抑司 但选择Blinken做国务卿之前 Blinken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布林肯未选择他之前 他想过 应该选择Chris Kunz 因为他们两个是前后任 拜登比他年纪大 Kunz是他的晚辈 亦是接了Delaware的位 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在Senator 他是一个相当资深的人 他曾经是台湾保证法 台北法的共同提案人 去支持这个法案 对于台湾问题相当熟悉 现在他是 一是拜登的亲密战友 虽然没有被任命为国务卿 因为布林肯才是国务卿 但其实他就是等着 你是第二个任命 不如你就可以去到这个参议院 继续发挥作用 参议院发挥什么作用 他就是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以及一个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一个管钱 一个管外交 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他下个星期 回到美国的时候 他也在台北的演书 又说得很清楚 会支持一个战略竞争法案 希望美台之间 有战略同盟的关系 更加能够在实质方面 帮到台湾 那么这一点 就是三个参议院的情况 但我告诉大家 他们的言论 talk the talk 没错 讲得很高 但是哪个walk the walk 所有国会议员都不会walk the walk 无论你参议院 众议院都好 都是talk the talk pass the法案 谁walk the walk 就是行政部门walk the walk 谁能够实行的行政部门 所以我们焦点 最后都要放在行政部门 尤其以拜匪为首的行政部门 去如何实行这些事情 那么这一次的行为艺术 这一次的小恩小惠 这一次的头头暴力 我们是感恩的 我们不会说这件事是因为拜匪当政 所以会否定一切 这些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我们是感激的 我们都看到 拜匪不是美国的一切 美国有很多不同的streator 有很多不同的spectrum 我们会看到它是其中之一 但我会对拜匪的当政 是相当忧虑 我之前几集我都继续讲这件事 这件事是不变的 只是说今次跨党派来访问 我们就不是用党派之师 来评论三个人的言论 我们三个人都会被高度的掌声 因为第一帮到台湾 第二给了疫苗 第三也重新了一些 对抗中共的 中国的一些声音 所以我们继续 都会继续坚守这一点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吗 中共就想这么过去 但是这个标志性意义很大 再说一次 空军 美国空军的军机 就有三个参议员 来到台湾的重山空指部 空军指挥部 去做谈判 去做记者会 去做公开的发表 而红线 中共的红线全面破碎 全面消失 最后发觉到 紫老虎就是习近平 这个很清晰的地方 难打仗打败仗 现在他就想换一副面 不做战狼 想做桑普 想做兔子 但说到最后 你做到他们这些款 出来 你的本质都是一只大灰狼 你的本质都是一个 十恶不舍的人渣恶魔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忘记事物的本质 我们会继续分析其他问题